籌碼动族先机动能掌握金线 我是谢钟玲 跟着大户走财富 一定有 这一刻机会就在眼前 丛马动族先机动能掌握金线 大家好我是谢钟玲 欢迎收看今天丛马动能大户轮完的盘后 结盘视频 今天是礼拜五 这礼拜的周一天 在这边我先祝福所有的投资朋友 祝福大家在接下来的周休 都可以休假愉快 都可以形象似乘 好来看接着盘 大盘今天中场下跌33.6 下跌0.26 哇 还是弹不起来对不对 同学对指数你不用太执着 因为这个地方 它本来就是高档震荡 它就是高档震荡的格局 那明年的中华民族活动在1月 往年的第四季周末行情 在第四季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才第三季而已 那这个地方第三季而已 的话其实就怎么样 就是可能就是先整理 甚至说稍微压一点 把那个空间给拉出来 所以其实你平行看那就可以了 平行看那就可以了 而且如果说你就台湾来讲的话 说真的台股那有什么自己的方向 台股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方向 台股基本上就是跟着美股走 那美股有下来吗 同学美股有下来吗 昨天的美股的中楼器就是什么 就是CPI的部分 上月年增3.2 市场预期是3.3 它出来是3.2 当然我相信有些同学会讲说 那个上个月 上上个月是3 上个月现在变3.2 它有反弹是不是通膨死灰复燃 同学 就蓬勃这边的预估 就蓬勃这边的预估 我现在如果说你是我们的学员的话 那个传真稿已经写了两天了 就怎么样 就是8月公布7月对不对 7月跟8月基本上它会小幅的反弹 它会小幅反弹 因为什么 因为油价跟天然气谈上来了 所以它会小反弹 但是呢 但是如果说就美股蓬勃这么预估的话 就是谈7月8月再来9月又掉下去 然后明年就是可能就2%多而已 虽然只有短天上就是谈这两个月 这两个月稍微反弹一下 拿再再又下去了 所以这两个月 其实市场知道的东西怎么会 对排面上有什么太大影响 基本上不会啦 所以有就是通膨基本上还是在 基本上还在预期之内 然后明年呢 明年降息游盈 明年应该是有机会降 应该是有机会 因为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嘛 你这个部分你现在是3 这两个月弹起来再往下掉 再往下掉的话 你到明年的话 可能就会变二开头 二开头你现在利率在5% 你那个利差基本上算怎么样 基本上已经拉出完了 利率5%多 通膨剩2%多 如果说以明年的话来讲的话 其实明年基本上就有机会降息 好不好 但是明年的事情 明年事情我们先不管它 不过 不过这个昨天 昨天其实因为这个数字出来 昨天美股开很高 开很高 我现在也有同理会讲 你看那个美股 美股开那么高 结果就整个录下来 而且你从这个美股 我们看那个道琼跟废半 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就像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台股这个地方好弱 反正都谈不动 美股有下来吗 美股没有下来嘛 美股就高档震荡嘛 所以如果说美股高档震荡 台股自己在那边走成空头 走成大空头 机会不大啦 台股这个本来就是高档震荡而已啦 就是高档混来混去啦 就像你第一季跟第二季 那时候在1万5混混的时候一样 1万5混混混混 有时候会不会混到1万4去 有啊 有时候也会混到1万4去 但是呢 但是又混上来 所以它就是一直混来混去 然后呢 各股表现维系人气的格局 所以美股这个地方是没下来的 那再来 昨天本来涨得好好的 我记得那时候我看的时候 好像12点的时候涨400多点 就说盘拉斯盛涨一咪咪 没有关系啦 为什么 尤其是你要去看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压下来的理由啦 昨天会压下来的理由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美国的财政部 它是发债啊 它昨天发30年期的债啊 那发30年期的债的话 其实市场上怎么样 市场上 2年10年基本上 比较喜欢2年跟10年的啦 或者说之前的那个短天期的债券 就是上30年的说真的这个 只有什么寿险公司 这些比较长头的结果去买而已 所以呢 所以它卖的不太好啊 那卖的不太好会怎么样 卖的不太好 但是就是把价格压低嘛 不是吗 同学 基本上东西都是这样子的 没有卖不去的东西啊 只有什么 只有价格的问题啊 所以就是卖不好的话 债券价格它都要准备要压低嘛 压低会怎么样 这种价格压低就跳上去了啊 那质迪跳上去的话 股市会怎么样 再债券质迪跳上去股市会震荡啊 所以掉下来啊 但是 就这个部分质迪上去 它不是因为什么 它不是因为什么 什么要升息 什么通膨失控啊 什么要升息的影响 不是哦 因为你看那个FED Watch的部分 FED Watch我们直接看12月就好了 好不好 直接看12月啊 就是今年的部分嘛 今年的部分还是一样啊 5.25-5 就是7月升完就是5.25-5 懂我意思吗 所以基本上到12月基本上都没有动的啦 所以为什么市场都会说7月升完就不会再升了 然后明年真的降息 所以像之前的踩那么紧哦 包括就是说什么要升息两次 因为它要让市场不能有要降息的预期嘛 所以像什么再升到5.5-5.75 基本上没有这个选项啊 就是7月升完就没有了 目前来看的话12月还是一样都维持 在5.25-5这边啊 所以就是你把每股这边 你先把它搞清楚的话 搞清楚的话你对于台股你就比较有什么样 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啦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震荡比较大 但是会不会变成空头 机会不太大好不好 机会不太大 因为美股没下来 美股昨天震荡理由 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经济前点不好 不是啊 是因为财政部这边要发债啊 当然对于台股的部分 比较大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AI嘛 AI涨太多了嘛 现在呢现在公布财报嘛 公布财报 AI哪有1到6月的财报 AI股有1到6月的财报嘛 AI股没有1到6月的财报啊 5月底横空出市嘛 6月Computex嘛 再来呢 上半年就结束了嘛 现在公布了什么时候的财报 而不是第二季跟上半年 所以刚刚开始了 你要看财报 那有什么财报 能交出来算不错啦 后面展望好基本上都好了 那这两天 像如果说以昨天来讲 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美超微啊 对不对 其实美超微交错财报也没有不好 你知道吗 只是对于明年的展望 他没有像市场上讲的那么好 昨天我跟大家报告 市场上基本上认为说 明年可以赚20块嘛 20倍本益比 因为大成长嘛 大成长股票20倍本益比很合理嘛 对 赚20块20倍本益比就400块嘛 所以目标都给400嘛 但是呢 但是他说我没有那么好 我明年只成长四成 所以EPS可能15块 15块 15块就是300块嘛 所以市场上你看怎么差那么多 之前大家看400 现在只剩300 不然就先卖好了 一卖 同学 昨天这根掉下来跌了20幾% 我跟你说 这地方空头开始 什么AI泡沫 没有啊 不是目标300块 对不对 目标300块的话 已经跌到多少 跌到266的 所以你最后会不会反弹 应该会嘛 对不对 他们反弹 还真的有反弹 昨天还弹了4%多 他还真的有反弹 应该没错嘛 所以我有骗你嘛 没有啊 就是会反弹啊 对 那为什么他明年只有展望 展望跟市场预期是有落差 你再估20块 他说只有15块 不是他的问题嘛 那就缺料啊 缺料啊 不是嘛 都说缺料嘛 就缺料 不是我供应商的问题啊 你扣瓦石做不出来啊 扣瓦石产能不够啦 扣瓦石一开始 那个AI刚出来的时候 一个月9000片嘛 然后呢要扩厂嘛 扩厂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1万5嘛 明年再扩嘛 明年再扩扩到多少 有人说2万5嘛 有人说3万5嘛 然后呢台移店还弄一个铜锣厂嘛 跟那个利器店的华龙人 买租了那块地嘛 要去弄什么 弄台移店的扣瓦石嘛 对不对 所以什么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啊 每次我就说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你料可以给我够的 我就做给你嘛 那就不够啊 不够的话 现在有没有再扩 有啊 台移店有没有下机台 有下机台 机台什么时候会进去 明年1月 所以同学 这个东西你不要看今年啊 你懂事吗 我一直跟他讲就是 这个东西你不要看今年 股票市场基本上 看后面对不对 股票市场看后面啊 就是看后面的预期啦 不然为什么有些股票 因为营收不错 怎么都不会涨 就是后面的预期 大家就觉得很普通嘛 三个步骤啦 第一个啦 题材发酵 现在涨什么 为什么一下都涨2倍了 题材发酵了嘛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后面的什么 后面可以改变世界的东西嘛 题材发酵了 再来第二阶段涨什么 题材实现嘛 第三阶段获利实现嘛 所以像这些股票 你说他现在获利出来了嘛 获利哪有出来啊 没有获利啊 甚至获利 你用上半年就很惨嘛 消费性没起来嘛 所以上半年都很惨啦 你说像什么台药啊 那个什么 或是什么金箱店 哇涨到金箱店 对 170-180 他上半年再赚多少钱 今天有办法赚10块吗 没办法啦 今天顶多都五六七块而已啦 明年可能就10块 后年搞不好 如果说AI的部分 真的照目前的规划再走的话 明年可能会更好啦 所以反而报告都写很高 都写200多块啊 你懂得是吗 就是大家都是看 下半年开始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把这个逻辑搞清楚 不是一窝蜂说 长两倍的啊 我看一下财报 财报啊怎么那么烂 哪本啊 这本啊 就没有什么本 现在本啊就没有财报 那个AI伺服器 基本上是第四季的东西啊 好不好 然后在明年啊 然后在后年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所以就是你要有 我们讲比较白一点啊 你要有可以看到未来的能力 不是只看现在啦 你看现在你只会看到 啊涨两倍了 涨两倍你到底有没有赚到 两倍没赚到 你就看不到未来 你怎么说到一倍就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子吗 涨两倍涨五成一倍两倍 一大堆股票 请问你有没有赚到 没赚到那为什么你赚不到 什么样的行情你还赚得到 这么多这么简单 涨两倍就赚不到啊 你赚不到 啊如果说这样还赚不到 你要不要找人帮忙啊 我就只能这样讲 你要不要找人帮忙 不然我一份资料送给你 对给你做参考 找股票一定找强的 不是找那什么右下角 不是找这种啊 右下角不是说不会涨啊 你有本事让它涨啊 你懂事吗 基本上如果说你要自己研究的话 就找有法案的 不然找什么找强的 基本上就这样子啊 好不好 所以就美超的部分 就是短天上 就是掉下而已反弹了 反弹反弹就可能就带着这三支嘛 不过同学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以操作逻辑来看啊 月线跌破基本上是什么 其实十线跌破就是快四走完的 月线跌破就可能短天上它会整理 精力了洗了洗了 不见得会马上掉下来 但是可能会在那边洗洗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你是什么追在高点的 追在最天上的 真奇怪 涨两倍都撞不到 追在最天上 这个就是你的操作逻辑问题啊 赶快改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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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下一波的行情 所以像这种就是美超的问题 基本上像这个 什么伪创广达技嘉 他们也会遇到同样问题 因为就是什么样 料不够 COAS晶片在那边不够 但是呢 后面如果说台电那边有 那个产能有开出来的话 基本上应该都比较没什么问题 但是那是明年后的事情 同学 这是明年后的事情 不是今年 明年底嘛 今年底就1万5 明年底才2万5 所以是明年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你不要用很快的 就是涨2倍了 你营收一定可以成长 你什么1倍2倍 没那么快 只是后面怎么样 后面股价一定是跑在前面 股价一定是跑在前面 所以如果说就这部分 就是像A的部分 可能这几支股票可能 短天上我没有看外它 因为你说什么走成空头 什么跌到回原点 像什么 什么航运一样跌回原点 我觉得不可能 只不过怎么样 可能高档在那边洗洗洗洗 东西洗洗 有力多可能涨一下 但是可能不会过高 就差不多这样子 好不好 但短天上这个东西 不是我的菜 它现在不是我的菜 我现在我跟大家示范的是什么 你从强的股票去看 从强的 然后呢 从那个反游的 其实讲一段时间的 那AI部分可能整理 就是整理到什么 可能整理到8月23 回答的财报 如果说有办法 如果他交出不错的话 市场上觉得哇 真的是AI是真的 后面可能就再涨了 所以现在才11号而已 到23号还有十几天 所以你再忍耐一下 它可能就洗来洗去 洗来洗去 就稍微筹码沉淀一下 那回到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 这我跟大家说的 台湾电台要 就是这一波最强的吸血楼 但如果说以现在这个AI部分 可能大部分都要整理的状况来看的话 基本上你也赚钱了 要闪你就闪 稍微让他整理一下 清菜力啊 你要照着你的照啊 反正价差不多拉出来了 不是嘛 我们已经讲一大段时间了 那你说法人有没有跑 法人也没怎么跑 反正就是洗来洗去洗来 洗去洗来 但是最强的部分 还是在这个部分 那除了像台药跟台湾电 这个息息的部分 其实还有一些板子的 做板子的也很强 我认为就算短天上整理 你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搞不好怎么样 搞不好整理完了 先涨的就是这些 你懂得是吗 大盘清清潭 各股一片天 那各股一片天 什么叫各股一片天 就是逆世在天上整理的 他后面要领先冲出去 这种一创新高 大家都看到这创新高了 对 要么就赶快追 要么就赶快找其他的AI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先把 领头的股票找出来 领头的股票找出来 领头的股票找出来的话 台湾电台要 还有什么 见顶嘛 见顶是下来的是不是啊 有下来吗 没下来 法院有没有买 法院继续买 有报告 有报告 难以忽视的AI后期之秀 所以你会发觉最近的AI 要先看什么 先看板子 先看这些PCB板 这些PCB板 走势最强 走势最强 不是看代工 代工可能就是 也不会下来 但是会不会创新高 再做观察 但是像这些股票都是高档没下来的 不只见顶 机箱店也是 符合预期 AI伺服器 逐一走洋 今年再赚多少钱 今年没赚多少钱 都在讲什么 都在讲明年的事情 这个是凱基地 你可以看 第二季才赚多少钱 第二季 业外1.66而已 上半年还赚3块多 今年可以赚多少 吞影二号人6块多 六块多股价搞到17080 怎么会这么多 本益比较高 看明年的 谁来给你看今年 不要再看 我现在是不是跟他说过 本益成长比 本益成长比 散户看本益比 法人看本益成长比 所以为什么投信这个地方 才三半年赚3块 投信还在买傻了吗 到底最后是谁傻也不知道 所以像这部分就是板子的部分 你多留意 好不好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波线布的部分 那个LODK的波线布的部分 台波 台波 台波在短线上震荡一下 我跟你说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 现在AI全部都在震荡 震荡 有些股票押回就是震荡找买点 所以强势股押回震荡 我认为押回震荡 有押回代表他有给你机会 你不要到时候又跑上去了 哇 押回我都没买 我再来追高好了 其实也可以 但是在低时间你就赶快跳上去 所以像这个我认为就是今天有稍微压一下 压一下 压一下反正就震荡 震荡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这个剧 这也跟大家分享很久了 反正也没什么问题 反正就在那边洗 你没的心就出一出 老师我不想等盘老洗 对啊盘老洗 就出一出 出一出 他就在这边 他就一直在这里 他不是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这里 然后筹码 筹码其实筹码没有散 这个 其实这种怎么样 这种整理整理 他如果哪天忽然的 心情卡一跟东一个就上去了 所以像这种基本上安全的 我认为都是可以做关注的 所以同学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都是强的 这股票你不要 你不会跟我说是转弱的吧 这是强的吧 大盘破什么线呢 大盘破7线 请问他月线会跌破 没有啊 大盘你看起来是掉下去 他有掉下去吗 没有嘛 他比如同强多了 大盘掉下去会不会变空头 不会啦 怎么会变空头 美股没下去 美股没下去 台股怎么会下去 下去是怎样 是标选了吗 还是怎么样 不太会啦 只是怎么样 只是这一波 他真的涨很多 很多人都赚翻了 赚翻了可能就是 有些先出掉了 干嘛 我就先出掉了 反正赚那么多了 我就等什么 等8月23再来看 好不好 所以这段期间可能就是 稍微震荡一下 不过呢 强势股震荡 押会是找买点 好不好 我再次提醒你 强势股震荡 押会找买点 弱势股反弹是找空点 所以强势弱势你要分清楚啦 好不好 不知道怎么分的话 我有资料送给你 好不好 我有报告送给你可以去观察 那短时间 说真的 同学 我知道AI涨很多 但是 但是为什么这地方 我还是跟大家提醒AI 第一个 它是产业趋势 第二个呢 盘面上根本没有另外一个主流 可以去接AI转出来的钱 你懂我是吗 应该没错吧 你说AI震荡好 我们找新的主流 没有新的主流啦 你看你看这台股 台股现在就是全部都要么 就看好AI 不是看好AI 就只有这两个而已啦 它没有新的主流出来啦 平盖 平盖根本接不起来 平盖 平盖到底哪支是强的 平盖没有强的 没有强的 有相对强 但是没有特别突出的股票 平盖不太行 然后呢 探权 探权就躺到那边 那是整个都不行了 对超导体 超导体已经变超导呼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是 AI转出来的钱 没有地方可以 没有地方可以去嘛 所以它只能继续在AI里面再打转 那只是又涨很多 怪力很大 所以呢 所以就是等修正 就只能这样子而已啦 好不好 这前天跟大家提的 车店的 这个滑幅啦 滑幅啦 滑幅今天拉起来对不对 拉起来 无损我先闪人啦 下禮拜再看啦 应该没错 我不是躺在这里 躺在这里 躺在这里嘛 躺在这里 躺在这里 这几天盘震荡 今天礼拜五 先出一出啦 拉起来 趁拉起来的时候 反弹到我的成本 先把它跑掉 下禮拜再看啦 但是我盘到看 好像 好像扭券商开始出报告了 好不好 暂回月线再来买 比较安全 因为暂回月线再来买 暂回月线再来买 暂回月线就转强了 转强了 如果说照凯基鞋的 应该还有两三成 好不好 但是就是盘面上最近不抢 反正就是这个先拉回来 好 我们做个简单结论 同学其实我在讲一个操作方法 那现在这个操作方法 当然是大盘 短暂上比较弱一点 但也不能说要弱 它就是长多的整理 整理来整理去 整理来整理去 我的看法也是一样 就是个别股表现才是重点 不是指数 那个股表现的话 同学 其实我现在在知道今天跟大家提的是 看什么 看AI里面的这些板子 那些板子其实都相对强 那相对强的话 下礼拜 就是六日有什么 六日有新的筹码结构 跟法人进出 如果说这些筹码结构 什么都没坏的话 这个我们下礼拜 下礼拜要买再来买 反正我们现在怎么样 这一波大跌 我相信如果说会员在看 学员在看节目的话 这波下跌说真的 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我们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 应该没错吧 所以下礼拜 你没有太大关系 你赚的时候有赚到 跌的时候 没什么伤到 你就可以怎么样 你就有机会可以迎接下一波 不是说涨的时候 赚到下来的时候 全部凸光 不是这样搞的 就是你赚的时候有赚到 然后在震荡的时候 你有守住 有守住的话 你下次就有机会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 现金不会蛮多的 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我真的张开双手邀请 张开双手邀请你 一起来赚钱 好不好 有操作方法 就有货令 就有下一次 喜欢分享的话可以点个订阅 小铃铛 我们节目给你喜欢的第一时间 推播同事情 我就会分享在这边 筹码动族 先机动能掌握期限 祝大家学校愉快 跳楼超顺利 下期再见 拜拜 直到 nä银铛 拍手 吼 直到我 拍手 拍这 有讨论 жен